好 寶可夢電子遊戲機台最近是在台灣掀起了一陣旋風 不過由於是被經濟部評鑑為飛鼠電子遊戲機 因此是不受要在學校50公尺以上這樣的限制 不過今天台北上講問案到議會備詢的時候 英文就點出說其實非常多這樣的遊戲機台就在學校附近 一起帶大家看 所以基本上它根本不該設置在學校50公尺內 那也是我們提出質疑之後你們才去發現原來不行 那所以接下來這一些機台你們要怎麼辦呢 跟譯作報這邊我們也請求去做一個 這幾個店家的一個查核 那這邊我們會通報在都發跟監管這裡 那只要不符合圖管不符合監管相關規定的 我們就會馬上去做查核 那商業處是表示說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有針對這樣的寶可夢機台進行相關的機查 那麼台北市長講完也說會跟相關單位來研議相關方案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《視頻 text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